有着四月樱花之称的花旗木 每逢春季便陆续开花绽放 嘉义县竹崎乡一龙村村长叶志宏 将加118县、166县道和自家农场 种满整排的花旗木 摇身一变为花旗木隧道 成为嘉义的新景点 村长叶志宏花了九年的时间 种植了3000棵左右的花旗木 除了自家门前的农场外 也致力于将竹崎乡的路数 改种为花旗木 如此在四月中旬之时 会有赏心悦目的粉红隧道 给大家欣赏 我在竹崎乡大概种了3200棵 盘点之后大概2000棵存活 我有种给嘉义县政府 希望说能够把花旗木的乡镇 把它发扬起来 这里的村长真的很用心 然后能够把这个地方 打造得这么漂亮 然后让很多的游客 能够来这里赏花 放松心情 真的是很值得嘉许 很少有机会可以到这种大自然来走走 然后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原本有会游客很多 来来才发现 可能是因为平日的关系 所以人还蛮少的 这样子绕起来很舒服 然后景点很漂亮 粉红村是代表花旗木粉红色的花朵 而阿拉伯意指的是什么呢 关于秘密 村长有个可爱的小故事 阿拉伯是我小时候的绰号 要从那个民国68年那时候说起 沙奥地阿拉伯国王来我们台湾 祝贺那个中沙大脚通车 所以是怎么转都讲到阿拉伯 你们不可以把叶昌伯叫三伯的 要叫阿拉伯 然后他腾条一从讲座又一敲 就这个阿拉伯这个名字就从此 那我印在这个各位同学的心中 就以后教都叫我阿拉伯 就一直叫到现在 花旗木的原产地为泰国及越南 有泰国樱花平地樱花之称 适合台湾广东等亚热带地区 而花旗在每年的三到四月 因此春季来临时 花旗木满树繁花的景象 常常被用作美化环境的观赏性植物 村长叶志鸿希望来到竹琪乡的游客 能有个新的不一样的体验 透过阿拉伯粉红村认识嘉义县 了解竹琪乡 而竹琪不只是水果的故乡 也是个拥有满山满谷花旗木花海的 美丽乡村 中正一报和明汉张念兴 嘉义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志愿者 杨志愿者